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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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組都放在這裡了 印進賽 這一場近一點的 藍草錶 爪娃之戰就是跑了一個藍草錶 是 堅難馬場 被拋的 沒錯 這個馬場的地 跟丘吉義元是不同的 所以這場 雖然以往的頭馬 在行駛打比表現都不錯 但是不可以完全作準 這場是不太小 後賞 這場爪娃之戰幾乎每次出賽 都起步先養三個馬位 一定的 深泰多 岩色州打比 都是四十三無跑 這場也是一級賽 在旁邊有一隻富巴巴 沿途被人頂了在三四搭 但你看到是深泰多 一隻是最大出的 其他那些是藍的 甚至富巴巴回到來 以為丟臉也沒有 他也有第二 對 他的第二也好像 捱回來而已 金錢糟了 星雅尼塔打比 這場是加州的賽 我想大家留意一下這場的分段時間 你看 22秒72 螢光幕底 你看到22秒幾頭段 然後做一個23秒幾 是速度型跑法 但是這隻金錢幣 你看到是完全可以扔掉 跑到是一隻Freshback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 雖然末段好像 咦?不是很多 但是實際上真的偏快了 這隻沒有輸過 大探險架 他跑過四場就贏了 在前面那隻 他還沒跑過 這場就跑到1800米 好像就受到威脅了 不過要留意一下 但是當時 跑活特紀念錦標 他和現在的粉紅戰隊 現在是第二位 但結果跑到第三位 威脅 兩隻都是當時的 結果 一對馬 單打獨鬥之後 是被羅山之戰追上來的 對 這隻寶球 跑到佛羅里達州 打比大賽 你看到 其實也是 換敵姿態 進到直路 這隻馬還好像 有點向內閃 好啦不要緊 大家左手邊修正 都還沒修正完 已經過了 已經離開了 幸運今日 好像回到來 還有幾腳 但你看兩隻馬的出腳 差很遠 根本已經扣掉了 已經熟了 革命先驅 在路易士安那打比 這場賽事級數 沒有那麼高 只是二級賽而已 除此之外 超級快的步速 我都很久沒見過 一對沿途 最後的兩隻馬 回到來 可以回到來 跑到第二名 但是革命先驅 你說是否很多 不是 他只是反應 其實我覺得 都是琴音妙韻自己散 我想他不是廢病 對 是人家自己散 因為自己停 好了 阿聯由打比的武裝戰線 我們都見過 那場賽事 我們那個焦點 好像不是看他的 我們全部都是看神秘數字 對 左邊藍色三上 為何那麼遲 還在說 不過他已經逃脫了 已經逃脫了 有點像去年 那隻長醉叔叔的部署 但是長醉叔叔 去年跑到一半 就已經停了 拉停了 可能地完全不適 有機會 泰拔塔和真麗 給你兩回事 對 看了那麼多的影片 當地暫時來說 最備受注目 最多人談論兩匹馬 一匹就是未輸過那匹 大探險家 另一匹就是佛羅里達州 打給冠軍的補球 兩匹馬看起來 贏起來 都有在手 還有跑法上 好像各有一點不同 也有雙黑的味道 當地兩匹馬都看好一點 那其實怎樣請這兩匹馬 其實這對馬裡 我都是稱來稱去的 結果我 要了大探險家 我也是 因為信華拉素琪 華拉素琪 事實上這場馬裡 是跑過很多隻馬 當然 他經常幫派多滴跑 所以結果是選一隻 從來沒輸過的馬 來上陣 都合理的 但是你說補球 老實說一句 兩隻馬 我真的覺得差不多 我自己相信騎士的選擇 第一是這樣 第二 我也覺得 他上一次 真的有少少玩威智 這樣的情況之下 他還可以贏 通常成王敗購 大家一對不敗的馬 相遇 贏的那隻 固然之會好些 不過如果你說以補球來計 我就會覺得 他的跑法會比較彈性 因為我們沒見過大探險家 被人追求是怎樣 他永遠都不是 第一位是第二位 所以全程自己做部速回來 每天都試過 還有一個數字就是 自從1882年之後 所有肯踏肌打肥的民主 都要在兩歲已經跑過 即是兩歲兩過上 沒錯 那大探險家跑過了嗎 因為他出道那天 就是2013年的元旦日 是 所以他剛剛轉了三數 那豈不是遲了一點 不過這些 他沒輸過的馬 有時跑馬都是破數據 百年數據都可以破 不過兩匹馬 我才覺得 他的味道挺雙衝雙黑 你先走 他就後追 一匹 很快的速度 放在前面 一匹追上來 有很多馬在手 我看兩匹馬 會鬥得挺燦爛 尤其是補球 要說說騎士 羅莎莉奧 旺到杜拜世界盃 都拿了以美國人身份 所以我只有兩匹馬 都不能忽視 不過是否真的只有兩匹跑 很多馬 我覺得挺好的 當然不是 我就不靜止 其實剛才我們一邊看影片 你都可以留意到一匹馬 叫做洛灘大戰 往往都是在鏡頭 差不多尾 找到他 一條直來追上來 好幾場都是這樣 活得紀念賽 就是這樣 之前跑的Ransom Stick 也是這樣 是這樣撲上來的 但是他比另外一匹爪 之前的一件事 就是他不會流閘 即是他不是流閘網 他是起步 很銳利 但他就自己拖轉 他試過守Midfield 即是守中突為止 一樣可以追得好 如果你說在一些人進賽中 往往就是了 幾場都好像有個影子 又不是很費力地追上來 去到真正正正正的 正本戲那一場 會有東西看的 所以如果你說 以前列之選 這次洛灘大戰 未必那麼多人注目的情況下 我會先抓住他多些 不過爪哇之戰 都有他可取的地方 因為畢竟大家都是 第一次跑二千米 所以你看回 好像去年精靈劇士 他也是藍草錦標的冠軍 也是和爪哇之戰一樣 大後上的馬 他們增程可能會有多少把握 雖然起步力量三個馬位 但我也覺得 因為他和你喜歡的 洛灘大戰 都是後勁特強的馬 這對馬可以優先留意 其實我都會傾向 懂得追馬的馬 因為一來 大家都沒有二千米的經驗 其實是沒有的 而且你看回 每一年的肯塔基打比 都是 都會有很多馬在前面 搶大頭 這是沒有改變過的 今年來說 我相信很多的前領劇馬 有六七隻 今年比較好 已經沒有去年 肉馬借一杯juvenile馬跑 否則更麻煩 但怎樣也好 你是能夠識追馬 始終也是 這個場地 內檔不太好 而走出外檔 選一些馬 能在外檔 識追上來的 其實可能會比較好 而且很多時候 因為檔位 會影響你十幾檔 對 怎麼跑 不是的 可能到時 意外收獲就在那裡 我也會這樣選 好了 這場賽事 相當困難的賽事 也肯定 大家都要分享一下 難極也要 我自己 都是喜歡大探險家 始終還沒輸過 他也放在前面 後追的總要走 有 我喜歡樂灘大戰 剛才你也說過 另外 我怎樣也要捉到那隻 就是金錢幣 始終聖安尼塔打比 引進的根據 真的重得很重要 所以我會先收拾它 還有一個引進賽 也很重要的 佛羅里達州打比的冠軍 力連表現都不會太差 所以他們的補球 不要看牠排外檔 牠吃醉是那類馬 怎麼都要兼顧 這幾匹馬 是我們比較喜歡的 第一節 所以我們說完肯塔基打比 休息回來第二節的節目 和大家聊 冠軍一理財